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動漫無箱 超級機械人大線爪數篇 我是爪數的雪靈 其他人就介紹了 剛才講完版田時代 為什麼我會分成版田和寺田 因為其實在寺田時代裡面 它是將很多版田北下的 尤其是魔裝基層的角色 更加指名道姓尤其是白鶴獸 這個角色是扭曲粒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實很多人對寺田北下的白鶴獸 他覺得是差的 因為覺得他沒有心度 因為在S時代裡面的白鶴獸是有人情味的 甚至是他打得你很慘 但他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最大BOSS 我不想說是這個對白 在Alpha裡面 首先你說寺田其實 當然他本來不是 開頭他入了Bandai 他都不是打算做機人大線的 這個人是打算做其他東西的 他打算做特輯的 特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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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那些東西 他又不是完全是一個機械人的 當然他是一個隱性者 大家都知道 有看他的自傳的人 大家都明白 這個人是找女朋友去看 可不可以麻煩 好像是 這個心靈上的創傷 去錯世界 跟婆娘的世界可能好些 他開始主導之下的機戰 其實最主要的 我想用一句可以概括一件事 去到哪裏 打到哪裏 這個風格就是創造一種 周圍都打仗 你是無處可途 告訴你 你不打你死硬的 那種感覺 就出無限多集了 其實大家 尤其是在智田年代 你覺得 地球是不應該存在的 即是你看 234F裏面 你都覺得 地球都更是上雪 上雪是一個安全的星球 但去到奧華系列來說 我覺得 地球根本上 是一個不適合人住的地方 人類的無處可途 但你就不明白 為何外星人 這麼想侵佔地球 當然這個之後 他扭了好 他突然這個地球的重要性 在智田年代表 外星人最流行就是 邊境的星球 來這裡 打算三兩瓦手勢 就可以解決地球 征服地球 大家也明白 這個故事太簡單了 大家也明白 地球其實很危險 地球很危險 快點回火星 對人類和外星人 都是很危險的 智田 就是Alpha Alpha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承繼著 你可以說是 協助DC戰爭的一個背景 這個Alpha是中興之作 我們稱之為 裡面 當然你說Alpha 大家最記得就是Alpha八主角 其實貫穿了這個 Alpha Alpha的中興 另外有一個原因 大家也要留意 Alpha 我們終於來到 上次 Saturn 已經是次世代 但Alpha 是PS 在動畫的表現方面 又一次飛躍勝進展 終於接近我們現代 即是今時今日的現代表現 另外系統上 也有些飛躍性的進展 應該是否可以Alpha 開始可以Skip這個戰鬥畫面 還是更早一點 好像是Alpha開始的 應該差不多 應該沒有 沒有記錯 應該是Alpha 應該是Alpha 開始可以 我記得就是可以關掉 但不可以中斷 不可以中斷 即是 但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因為當時大家機箭是過一回合 可以吃完那個杯麵 可以過完這個回合 以前舊一點的 那些年代就可以下街 但你還在那邊 當然是開幾槍 開三兩槍 但最後是必殺極 唱名 擺姿勢 將那團隊飛了大雷 然後到BOSS 沒多量再打 然後有招式名 背景爆炸 再反擊 再進入一次 然後再轉一邊 回來 早期那些沒那麼長的 暖很多 沒那麼多前置 早期那些 每個人都意會行動 全部成傷 那也是 但你說其實在Alpha 我整個Alpha系列這樣說 不逐一句 Alpha系列裡面 之前我覺得最大最致命的問題 也影響了現在日後機箭都是 很多劇作家 因為他是監督 一定要經他手 比起版田時代 是很有偏重性 偏重度 連高達裡面 也有莊癩之分 不是NEO TIP 就廢了 之前喜歡朱根棟 那種拳教電波裡面 傳到洗腦 整個團隊的人 都覺得朱根棟應該要厲害 這才是最恐怖的事 在遊戲來說 是一個不健康的事 你喜歡朱根棟 你不就很開心 我們不知道朱根棟那些人 不是 是我 我就是 他們要變金 有這麼多的根棟 我覺得最大 在Alpha系列裡面 尤其是 開頭第一次接獎 Alpha系列 最大問題就是 原創機的劇情 的量 比其他的都大 你看到SRX整個眼鏡 放在頭上 你知道什麼 我明白 我明白 這部是Bandangate 這部是 這部是 很歪歪 這部 雖然外形 大家是有相確的 外形 是一個 其實是比頭 都可以的 他的身體 整個合體都很好 但不知道 整個Bandang的頭 倒進去 很多人是救命的 我正在玩這個超級機械人大戰 對他們來說 歷年裏面 類似的超級機械人大戰 是怎樣 所有作品 Cost Over 我是要很重要的 基戰的作品 不是你原創的劇本做得多 是你怎樣去Cost Over 所有你參戰的作品 在同一個世界裏面 活得 後期這種味道已經減少了 通常是小脆的味道 反而大劇本 好像在這方面 越來越弱 尤其是 你可以說 在Alpha的年代 叫做機械人 黃金時代 都可以叫做 在這個五年 2000年應該都過了 黃金時代 他用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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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機械人動畫 去到95代 中後已經開始是衰亡 去到今時今日的直口 是 愛情片會主 現在是 因為那些不叫愛情片 都沒有什麼愛情 不是很濃厚的 因為其實 就算Alpha開始的時候 之前他用的作品 其實你看到他跟第三 第四次做的作品 都差不多 而最大的重點 就是剛才說 原創方面 魔裝機神和SRX Alpha 有一個很重要的系列加入 超時空要賽 這個真的超級夢幻竟然 當時是挺軍動的 因為 Marcos加 Gundam這個夢幻組合 是很多粉絲希望出現的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我很想買的原因 這個也是我相信 其實 劇本好不好 很坦白 對我們來說是不關係的 我見到 Marcos加 Gundam 就會給錢 我告訴你 他的劇本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 就是在機箭裏選作品 影響銷類 我估計 個人銷售購買習慣 他選的劇本 其實基本上 我完全不在意 誰寫什麼 和做什麼 我先看了 Line-up Line-up 要買 Line-up 不行 我相信有一幫 是老機械人 都是這樣選擇機箭 亦都為數不少 我身邊的人 我想八成會給錢買人 都是這樣的傾向 始終兩大真實系的作品 混合在一起 一定是有控制力的 是 還有 Alpha 是第一次Cost Over 出現的 那一刻 是很均衡的 未出已經是 很多人在談論 每個人已經是賣的 反而這件事 我想對Alpha 中興的影響是很大 因為本身你說Alpha 其實 我也說是所謂的基線 發跡得最厲害的時期 你可以這樣說 之前寫的劇本 是有很多穿崩位 和很多垃圾 但是 我可以告訴你 之前絕對不是一個 出色的基戰的劇作家 他其實 如果以現在去到現時為止 他頂多是中 編下的 基戰的劇作家 其實可以這樣說 他的劇本難民問題 是他的明星究竟 但是當然你說 因為Alpha系列裡面 有很多所謂的明星級的 作陣 還有就是 造就了很多很多 很奇怪 很奇怪的文化在裡面 例如就是 就算一些系統的錯誤 就好像 在Marc Oscar裡面 它是蓋不到龍卷的 BGM的 這個明事件 這個成為經典了 有很多這些 是很多 明明它是一個錯誤 但是它變成一個亮點 你不明白 這個角色的設定 一定是扣BGM的 你不能搞 這東西 永遠沒有人能夠蓋過 BGM這句話 是當時的名句 你明白嗎 好像到最近才有一個 蓋到 現在 它現在有很多都蓋到 現在是蓋到 但是你不能主動改為BGM BGM的重要性很重要 但是它在那一刻是很均動 還有它在那一刻是 有去為先 它無論在設定 我這樣說 如果當時是這個 反田不下的 很明顯就是 超級機器人的待遇 而去到Alpha系列 就是 以前是否喜歡哪一套作品 它的待遇就是 決定了它的待遇 但是整體來說 Alpha年代 是相對沒有那麼痛苦的 比起以往來說 比起以往 容易入口了 其實整體的難度 是降低了 那些小竹子 沒有再這麼變態 F前代 或者F是一個地獄 F之前的小竹子 完全都是大佬 然後那些大佬 就不太覺得是大佬 但我會覺得Alpha的難度 在一下子調低了很多 一下子 如果玩開以前的 玩過 Super Hard 突然被Easy 你要明白 就是在那個時期 就算 作為一個 叫做 只要白河愁有心 它一天可以毀滅 全世界的所有軍備 在Alpha年代裡 它都 水於了很多 從黑天使 互毆可以毀滅 這個預想 Alpha系列 你說 剛才我們說 就是系統 但系統 其實有影響 因為難以到低了 我想也是關於年代的問題 來到Alpha的年代 就是Paystation Saturn 其實都不是Saturn 開始最弱點 D-Gymcast 那個年代 這個年代 是相對輕機迷 加入遊戲機的數量 比以往多 因為如果以前是紅白機 或者超音的年代 是一些比較硬派的機迷 大家會日以繼夜 不停地 reset 大法 但來到PS時代 對於輕機迷來說 是不能接受的東西 我想這個可能 都是因應這個時代的調節 因為本身Alpha系列 它比起 剛才我說 為什麼 它承繼了很多 黃金時代的動畫 去加入了這個作品裏面 其實作品的數量 是龐大到 之後在Alpha系列 另一個特色 就是小隊系統的所有 這些特色 就是很多時候 你是出不完所有的角色 這方面其實 在機箭裏面來說 很多時候就是什麼呢 去到90年代後期的作品 很多時候就是 不單單是主角機 就是不僅僅是一部機械人 一個部機械人 可以拯救全世界 它裏面有很多部機械人 甚至 一些可能說是 本身 在動漫圍之間 很喜歡的作品 一些異線的角色 那些人是想用異線的角色 多於想用主角的角色 他覺得主角是不應該出場的 甚至是 因為舊時 我記得沒有錯 以前用量不太大 所以你說 有這個作品出現 但是裏面的機器 不會全部收散 但去到Alpha上 應該差不多收散 盡量收散 來到CD時代 用量完全幾何級數 幾何級數 即是在過場 動畫來講 任何的東西 其實是可以兼顧 一些異線角色 都有出場的機會 反應時代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這件事 不是的 以前第三次 大家不知有沒有記得 是有那個 三一 一個是美國的射手 美國文俠 對 那一個也有出的 還有鐵蝴蝶 還是鬼蝴蝶 可以碎得 蝴蝶鬼 對 可以碎得 那時候都有 不過相對後面 沒有那麼多 但是以前 都有類似 要這樣說 在早期的基線裏面 就是 除非你那個 所謂的異線角色 它是涉及劇情 它必定要出場 而因為做了的關係 沒有理由浪費 它會考慮 讓你說得 或者是可以加入 是你可以操控的角色 但是 如果一些 不是太重要 甚至可能說 今次的系列裏面 可能主線 不是在你那裡的話 它可能是 連出場的機會都沒有 但是 你看到Alpha 開始穩定了 就是 你知道 有這個作品 那堆的異線角色 基本上 都會 存在登場 甚至 已經可以使用了 差錯 時間點 是何時可以使用的 舉個例 0083 整對 不小心 不小心 全部出現 當時你說 我覺得這個 都幫助到作品 其實有很多 就是 那種怨念 就是說 我是喜歡 二線角色 比主線角色厲害 你吹啦 這個是 機戰裏面 其中一種 魅力 的樂趣 在裡面 Alpha時代 固然 都是的 應該是這樣說 在豬根林加入的 在你裡面 豬根林沒有弱 這個在機戰歷史 尤其中 是不能動搖 應該說 在自田死之前 來說 這件事都不會改變 大家在玩 這個 NUO 之前新加入 最新的機戰 豬也是這麼厲害 這個 大家 要明白 就是 在自田的統宿裡面 是不可能 看到一集 豬根林是會者的 如果看到的話 那個應該不是自田 他被人綁架了 我反正他被外星人綁架了 我反正他被外星人綁架了 我想問一隻 大家不記得 有一隻黑力視野 就是唯一一隻等新大小 機人大戰 新機人大戰 即時 即時制不是會合制 也是會合制的 也是會合制的 第一次Astaris出場 還有那隻 應該是太空魔龍第一次出場 第一關已經 是的 那隻應該是唯一 應該一出就是 不太行 那次 我明明不知之後 就很緊張 我也是黑力視作品 我也沒有玩的 這一作 我在我朋友的評價裏面 就說 他唯一做了的事情就是 我們知道 SRX 是作為Bandai的品牌 的角色 完 還有玩這隻Game 你最好準備多幾個杯麵 很久 很漫長的日子 攪點好像都不知道 二十幾秒 我聽回來就說 那次控制整群等身大機閒 逐步逐步行 他是 那個另外一個是 那個另外一個是 後期的另外一個是 Commander那隻 那個是Commander那些系列 我們說的是 早期PS出了一隻 用等身大去表現的機戰 和現在的機戰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 始不各變世界 另外一個畫面就是 一比一 對 全部都是本身 但沒有變回Q版的 但故事也好 各方面和後期的機戰 是差不多的 他好像都是用 帝國監察軍 即SRX的故事 跟Alpha 卡在了中Boss 對 那個系列是 輸在loaded的控制 其實那個 本身不算差的 我覺得 普通 不算差 而Alpha系列裡面 首先補足的就是 OG一後半的劇情 因為其實只寫了前半的 在這個畫面的時候 他只寫了前半的劇情 是漏了一個很大的洞 然後就無緣無故 去了OG2的劇情 那 志田其實 開始當時 他做劇作家 這個崗位的時候 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塞了八個主角進去 去補足OG後半的劇情 就是 這個是 我覺得是志田 其中一個最大的功能 我覺得 由志田開始 其實是 受了很多劇作家 或者本身監製 這個志田之後的影響 就是 他的口味的操控 甚至Alpha外傳裡面 大家看的東西 不是看機械人 而是看鱷魚 這件事 我覺得是 一個 志田的趣味 他是對鱷魚的怨念 怨念到 他要放在作品裡面 甚至 大家現在根本上 玩OG系列來說 大家都是想看 誰搖得最厲害 這個 是志田的毛病 現在不是 不止的 眼都越搖了 我覺得 對比起 在一些故事的設定裡 其實志田在Alpha裡 都開始有落心機 其實 我最記得 第二次裡面 一個叫做月光炮的物體 可以在太陽底下死 是不是DX那個 他改了一個回合制 那一集 之前Alpha 還是Alpha外傳的時候 就要有月光的東西 外傳 外傳是要有月光的 但是呢 我記得第二就是 不需要有月光 那一次是有 草湯就可以射 草湯就可以射 那 有留意 就是有些東西 就是 涉及故事裡面本身的設定 其實你好像之後 日後 其實很多都是 就算 電空腦也好 Eva也好 當然Eva的電線 真的太雜細的關係 這兩件事 但是挺好玩的 以前Eva的 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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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切了它 在其他街上 有些大廈 劇集中與原住 好玩 對於喜歡原住的人 是很喜歡 這些其實 我可以說 在劇情來講 你對本身那個機械 是無形中有個了解 就是 Eva是一部 它是一部USB的機械 有線 有線 無故被打完之後 會斷掉電線 有些會斷線 隨機 有時會斷線 隨機會斷線 隨機斷線 這個是 在Eva開始 其實你看到 很多 一些關乎 機械人的設定 舉出來 還有 其實 一些system 好像剛才說 要光炮的系統 那些東西 因為 那些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 你如果用文字描述 去講出來 其實是 那些人當你吹水的 現在好像第二次這樣 神經我亂用 大哥 現在 儲得他就用得了 任用 那這個我覺得是 在機戰裏面 劇本上 在劇本上 在系統上 都加回這些 所謂的負擔 我覺得其實是 OK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 當然你可能會覺得有限制 但是你會 對那個機械人 這一招 是會有印象深刻的 其實 差異化到不同的機種 這個很重要 對於 喜歡機械人的朋友 這些小趣味 更加重要 這個故事 這個是 當然 因為其實 這個也是剛才有說的 就是 智田 在Alpha的系列 我覺得他最大的工作 他是用很多的版權作品 去 去捕捉 即是說 去密謀支撐 就是機戰原創的世界 在裏面 這個才是 智田裏面首要任務 所以其實你見到 裏面的 Alpha 8主角 他是很盡力 當然 有辣有不辣 有些人喜歡某些角色 有些是悲劇 有些是出核體技的電池 都不說名字 不要這樣說 你有名字 造就了很多這些 是很奇怪 但是 他也都在Alpha的系列 其實他都知道 就是 版權作一多 他賺的錢就少了 而且他很瘦 就是他拿了那些版權作的作品 而影響到機戰的消失 其實這件事 他在App年代 其實他們已經深深感受到 這個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我做得盡力 錢就你們賺 你們只是說 我只顧著Alpha的名字 反而我又收你這麼多錢 很現實 作為我給錢的人 我真的這樣想 有很多消費者 看著他的List 參戰作品 我想這個傾向在早期 早期機戰民更嚴重 因為大家其實 什麼都不理 我要看個List 給個List 一出個List 買 我不理你裡面是什麼 總之這個List 我買 工資不重要 什麼都不重要 有部機 最重要我有部機 沒有部機 也會買部機 就是有那些參與作品 我會買 總之你這個Line-Up 我一定買 那個Line-Up 你做到天花浪服 我都不買 這個是早期 我想早期機戰民特別厲害 這個傾向 可以這樣說 始終就是 在Alpha系列前裏 唯一成功了的 只有Sybascar 這部機 不是他的系列 是這部機 只有這部機 活動了 整個系列都好像被鬼引了 只有這部機 這個其實 我覺得魔裝你說 是因為建基於之後 其實他可能其實 魔裝不是真的那麼 他試過過幾次 但也不是很成功 因為他也深深明白了這些問題 大家是想看版權作下的作品 去Cross Over 並不是想看你原創了什麼 這些都是主流文義 也是主流給錢 那班人的文義 為什麼這樣說 在劇本上 就是把這些角色擺 手法跟版田不同了 反而是在GC戰爭 他是主導 他反而在這裏 就是用版權作做主導 但是他就 是使不是 都將跟原創的角色 是有關係的 擺放下去 這個是他寫劇本的手法 所以才會引起到 就是 走到哪兒 打到哪兒 還有一個人 經常說 傻你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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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每一集都跟他說 你在玩原創 我真的不戒碟都棄碟 下集還有交易 封面就做一個超時空Cosoma等等 一開來 每個關卡都對你的原作 我唸我戒不戒碟 以Alba 大家看到他自然是在試一個底限 試一下消費者的底限 他用的底限無論是機設和人物上 人物上就是做些悲慘劇情 你們可以接受到多大容量的悲劇 機體上就是大家都知道要擊掛的悲劇 這個很悲劇 他是在試究竟人們接受到那個底線 Alba 是一個實驗場 他不單是一個外星人的實驗場 他是一個自然的實驗場 因為他要把整個機箭改革 他要他做這件事 Alba 好像不是那麼理想 Alba 要中興 所以他都很盡的 那個Line-up 一出 他那時候公佈已經是大家 這隻不買眼 自然的就是剛才那個小擊霸系列 因為他知道大家是想一些ice image 他像些甚麼 對你那個叫做認同感會高一點 但因為太像Gundam的關係 他就直接被抹殺了 黑歷史甚至到最近OG2裏面 他直接是要被人所有這個小擊霸 是要被人爆了 才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全系列被人同一部 就搞定了 只有一部系列機 只有一部系列機 只有一部司法 但司法就要戴上原廠眼鏡 戴上護目鏡 都是那句 有V型天線的就不行 首先要插天線 再戴上眼鏡就可以出場 是的 我認為很多人都說 那個時候 為何自然想起一些很奇怪 但其實他必須要去試這件事 因為那時候其實他有兩個task 第一個task就是剛才Shirtle所說的 中興這個機箭 他要 第二件事就是他要建立原創品牌 這兩件事是兩個大任務大 他要在同一套作品裏 他要搞定這件事 最慘這兩件事是衝突 就是那一刻來講 衝突最大的就是 剛才我們所說的小擊八事件 最終就是舔了東西 舔了東西 舔了東西的程度就是 要甚麼呢 他要特意找一些劇情 整爆 不是 其實 整爆是O主義 就是你之前的那些情 就是鬼陰了他 但其實小擊八事件 是由Alpha那時候開始嗎 不是第四次換主角機 已經開始有這個 我記錯 其實原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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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受歡迎 但是困境原創 劇情一多 大家的老粉絲就會不滿 參戰作品劇情不夠 看到你如果不斷原創 作為一個機嫌外號者 我是很不開心的 例如跟你說 Mac Fox出了三十關 三十關都沒有劇情 你看是否飽不飽 之前Alpha時代 其實是差不多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的水仰是差不多的 他寫的東西 他寫的東西的質量 大家都知道 他一定不是高的那類人 他已經是 他在Alpha時代 已經深深出賣了 他的文法 真的不是很大 但他在整合作品 應該說他在 簡書作品和整合作品方面 他是有他的門路在 所以他才可以坐在監督這個位置 因為其實在機箭來講 大家都說 我看過List List有什麼我就玩什麼 這個是重點 所以故事上 他開始之後 真的很多 幾乎雜雜都不一樣 其實很少有一個 坐得很穩的劇作家 雜雜都不一樣 接著要講的是 手械雞的系列 一大堆不同的 都是劇作家不同的 但老實說 很多人都覺得 手械雞系列是比較好奇的 是比較好玩的 有趣 看看哪一作 但整體的水準 我覺得還不錯 GBA那一堆 我覺得整體算是這樣的 我記得以前GBA有個悲劇 那些save是很厭見的 這是因為人家有些原因 但是這個跟遊戲本身 接著要講的是 這個 以英文字母為系列的 AZZ A我很喜歡 A我很喜歡 A很喜歡 有貼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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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是第一個玩的 準備記者 我是被女學生 坐在中學時 女學生叫你玩 很經典 所以你記得 那個女學生 應該有些很特別的原因 你記得他 對 那你會留下這個原因 我想知道 這個很重要 我想知道 我想聽眾會有興趣 有 我想說 我想說 我開馬車回去玩 第二關過不了 我回去運動過不了 然後我跟他說完 你知道什麼 戰鬥是補血的 我常常打完機 記得回到戰鬥補血 那些機器沒有血 但是我玩過無奈機戰 我很少回到戰鬥補血 應該要回到戰鬥補血 我不需要 不需要 我當時 我記錯 好像第二關已經有補血機 我拿了補血機 我不是用的 我不是用的 其實講到A為何大家會喜歡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真的歸功於劇情 大家是喜歡的原因是因為喜歡劇情 因為本身 就是寺田 寫劇本 就是寺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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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事實來的 我覺得 沒得爭 我不反對 我不反對 然後A的劇本 主筆是心柱 心柱 心柱 他寫角色 你可以說是 他描寫到世衛 角色方面 我覺得 這方面是 我覺得人們喜歡A的原因 也就是 為何會起A主角的原因 而為何對OG裏面有這麼大反彈的原因 你說A的主角是男的女 男女都是 A的主角 因為最初的人最不滿意就是 男的主角基本上是全場反派的 是到了外傳之後才做到 你應該這樣說 在A裏面 大家認識的A的男主角 他是一個很越說青年 他是經過很長時間的掙扎 然後他最終就是背叛他的 拍鏡 拍鏡那邊 就是他站在地球那方 守護地球而戰 而大家去到OG裏面 這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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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了跟蹤狂尼 某程度上 他只會 他只會 然後 然後 他又 在做什麼 但 A應該 應該 陣容都不差 我記得 那個 出場 有 威龍 當然 當然 你當時還在吃魚味的機動戰艦 另外 超激電磁盒 V型電磁盒 也有 也算是挺不錯的 我當時就是衝著機動戰艦去 對 因為那一刻機動戰艦是挺紅的 當然過了一點 但整體都算是一個紅的作品 但他未出場過 第一次 應該是這一代第一次 所以特別注目 另外就是 老鬼很期待的威龍 威龍幫老鬼是非常期待出現的 還有這一代應該有新系統 是緩護 可以在一定範圍 這個是可以發揮到威龍的設定 因為三號機是一架廢機 但是三號機的雷達可以令大家變得很厲害 夜光頭加回避免種 指揮系統 對 指揮系統 在這一代就是 這個設計能夠令到一些支援機 或者支援性的機體 變得很有用 令到整個遊戲的玩法是上了另一個層次 而當然你說其實深處其實 他執不敬的原因就是因為本身是自田太難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Alpha裡面 就算不同主角都是由不同人去執拗的 其中一個就是深處的劇本 因為那一刻不是深處特別好 只是田太差 這個要大家認清楚這個問題 可能手提機相對的登場作品又少一些 我覺得整合又容易一些 但是這樣說的 深處其實是在角色整合做得好 但是他所謂叫做 將一些機戰裡面的重要性 就是戰役和戰役之間 的整合是不行的 即他也都反 他跟自田是同一個問題 就是去到邊打到邊 即我不知是因為他的 其他關係還是什麼 但總之就是 這個是幾大的毛病 而這個毛病大家都知道就是 就是在一個外傳系列 無限邊疆 OG無限邊疆裡面 大家都覺得OG無限邊疆裡面的角色 是寫得很好的 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是很為歡樂的 他們整班人都是寫得 但是問題就是 只是為了給他們找個位去聊天 而去打仗 你邊疆就是 所以無限邊疆是打仗 當然 無限邊疆的另一個特色 都是雨搖 我真的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其實三處是否都有分 我是有這個疑問的 但是這個疑問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人解答到我 什麼疑問 究竟雨搖是這個自田和三個共同的興趣 還是只是自田一個人的興趣 我覺得已經是到了傳統的階段 你明白 很多男人只有這個無限 但以他來說 因為Alpha其實 我不是只看他A的劇本 Alpha其實他負責部分少 他只是負責主角 原創那方面的劇情 所以我那一刻對他那個 斟酌也沒有那麼大 但是去到A來講 你擔當著一個主導去寫這個劇本 很明顯 那些作品好像不好 老實講 大家最深刻的是主角機 其實並不是裡面的作品 帶了什麼衝擊 其實裡面的作品 在A裡面 是啦啦隊 我覺得是為了應援主角而止 我覺得 我最記得有一場是 在地球 波羅浪堡守著的戰爭 然後我看到一堆浮樓跑機 在地球用 地球用到浮樓跑 這個時候 有很多問題 招式裡面的浮樓跑 都可以用到 但是我看看 地下A 綠地A空中A 我記得當時 那部轉角是 ZZ部大佬 綠色拿著那部 經文殺 是那部 我想他的浮樓跑 在地球用不到 那你說Gundam的玫瑰高達 他的浮樓跑都可以用到 玫瑰高達那部 那部是屬於半超級系的 每一個 原作面 玫瑰高達地球 全能用到浮樓跑 是正常的 但是這班 那班UC那班 那班東西 07那班東西 在宇宙上面才有浮樓 而另外一方面 其實A 不是主導劇情的 另一個就是 123狼 還是123四狼 我忘記了 他之後的執筆是R 他再執筆的就是R R也是一個好東西的 他R 應該說兩種風格不同 如果說深處 其實是人物方面 123四狼的話 他在劇情整合方面 他在之前年代來說 他應該是最高的一個 我覺得 基本上 這個劇情不散的原因 其實 最大的功勞 其實是123四狼 我覺得是 因為它 將這些作品 是共同在一起的 A 那時候我真的很害怕 究竟現在 我是不是又在玩原創戲劇 很難貴有 我當時其實很有擔心 雖然那作品真的很好看 我承認的這件事 但是 我覺得 不是基戰 我覺得 兩條線都做得好 我覺得 主角一條線都做得好 Crossover都做得好 但是這個是作品先天有利的 因為機動戰艦和威龍 兩套的故事 都比較容易發揮 角色也比較多 所以 最於整合 或者寫故事 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 其實要講 那個問題 在於 就是 123四狼 其實在Alpha系列 都開始有這種傾向 就是 若然太多 所謂的邪惡組織 他會把邪惡組織 打壓化 就算連Gundam的 都不例外 就是 一些Gundam的 反對體力 他都會把他寫成邪惡組織 去方便劇情的進行 這個是 我不敢說 不好 但是 是真的會扭曲了一套作品 很多時候都會 因為 他是要為基戰的需要 而他又不能夠 把那套作品擺的劇情擺得太多 而引起了一個最大的商學位 這個就是 大家 喜歡是喜歡 不喜歡 還有就是 因為本身 123四和他 寫開戰爭向 那些 你R 有些人是甚麼 喜歡R是不喜歡A 喜歡A是不喜歡R 兩個 可以 完全沒問題 等於 R 可能 R 可能陣容有些出入 我覺得 R的陣容 超級快些 我覺得 所以 正邪方面 容易寫很多 R 我其實很喜歡 Gear戰士 電筒 電筒的系統 我覺得做得很好 完全表現到原作的風範 這個 對於R 是一個很大的量 很大的 還有R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它一開始出了未來才 才是過去的 這一點是非常有趣的 這一點是非常有趣的 有新意的 整個R不論在系統上 在故事安排上 都是有新意的 我最大的衝擊是 我還沒看機動戰爭劇場版的 我一看到黑白出來 怎麼了 接著的就會是D 還有J D有很值得說的 因為當時沒有記錯 J和R 他們的機械人 都不會動的 但D開始 開始適用 沒有記錯 這個是動作表現的提升 尤其是D和J開始 那些劇作家 其實你看他寫的類型 其實你可以由他寫 描述高達的部分 去看到 他是富野派 還是新世代派 好像沉重 認真的 認真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好像我剛才說 我深處那些 其實他傾向是新世代派的 我覺得他是 他寫 他主導之下 其實他寫的那些作品 我覺得在故事裡 他不是太獎得到 舊世代那種的運命 他本身描寫角色 那方面的出色 搭救了這件事 但其實是見到的 你見到 但如果你說是D和J 鏡進友 他自己本身都表過 有趣在 GBA系列 忽然挖很多 很舊的機械人出來 很舊都有 大家都很期待 太陽保衛團 金木師王 這個小朋友應該聽到 聽到 這個小朋友應該聽到 這個表情應該是這樣 但是老朋友聽到 就變成 大家看看他的 但其實我見到 為什麼 那些 會可以 很多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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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舊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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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大家都知道 舊的東西說的 正邪方面 是一個很單單的 都不一定的 但普遍是比較簡單 而 造就到 就是 應俊也 他有這個時間 他把裡面的主角 是把他整個身家底細 全部舊出來 我覺得 其實都可能 對原創主角是有利的 因為那邊的劇情簡單 大家都會接受 你原創主角多些劇情 因為 始終超級是 大家都知道劇情 很多時候都是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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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在這個時期 D J 大家 所有劇情都沒有共識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收到 或者他們是否會知道 他們的原創主角 是會放回去 這個 OG的世界裏面 應該沒有 那時候 應該是未知的 應該是未有的 你看到 每個角色的風格 是很不同的 但是 J加下去 會有點奇怪 J是另一個問題 但你說 那個故事裏面 就好像 衍生了 剛才所說的就是 當自田要主導 OG的劇本的時候 就會令到 所有在其他系列的原創角色 就會走樣 甚至崩壞 R在OG的崩壞 真是 R出了一集 然後就被人鬼癮了 變成補給衛生 補給衛生 補給衛生 他的機器 在原創 R的世界裏面 實在太屈 他屈到的程度是 不用打的 現在收了它 在OG裏面 大家都看到 他硬說 我收了這部機 這部機是不需要再用的 甚至有多大的銀機都好 都是不需要再用這部機的 有的 你四天都要用他的 我未會想到這件事 會將OG系列這樣 弯心 所以其實 他硬將一些 之後單出的系列 裡面的原創角色 吃回他的那個人氣 和大家對那一集的認知 想去 將他沽回一起 其實是會出現了 一個很致命性的問題 這個我覺得是 當時 尤其是剛才 阿天狼君講到的 J要怎樣做呢 因為我覺得 J的前提 有三部主角機 問題是 和機的風格 我覺得 不太合適 在OG裏面 他是今次一馬成的 除非你 你一出 已經出了 是出騎士機 即是 一開始開 是開 他那部 從騎士機 然後再開 騎士機 你感覺上 機是比較主角 但是你要明白 這部電視機 是一個很大的處理問題 他創造到一件事 這個真的 我覺得都是不答不答 就是人們就說 我看你J加入的時候 你怎樣死 這班人 你怎樣搞 這個劇情 大家都知道 這個衍生到問題 甚至是去到W 大家都在研究這個問題 究竟超多人份的 史上最強精神力 究竟是可以 在這個 影響這個OG世界 影響得多厲害 沒有啊 我忽然想起W 當年說 很不容易 等到那個貌似女主角的東西出來 想著等愛情戲 誰知道 對你說 是你和你三個同樣的存在 那個全都是家人 超級造型的 你才知道 這個劇情其實 有點抽象 所以 他 連部機體都抽象 因為 我記得當年 我只是 那麼多招大招之中 我覺得最好看 就是 好像斬藍多 超級是 超級是 不不不 隱藏主角機 然後 加工跟力 那個女主角 踏那招大招 就是 那招 斬藍多 這個 你說 去到 J 應該是下一個 理論上 在我們 叫做 OG 應該叫做 機戰的玩家來講 原創系列 應該排期的 就是排J 如果真的要跳J 跳過J 的話 W是最容易搞的 因為W的劇本做得好 但是 你說 J來講的話 究竟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 他也是要找死人 來哪裏 因為 大家都知道 J是找死人 其實 這個 故事上 他 我可以說 在 首題 這堆系列 裡面 其實 存在了最大問題 去到現在 會遺漏了的 就是 怎樣去 原創系列 那個 時空裡面 會不會跳過J 直接加個K 下去 其實我明顯看到 之後 OG 後 手提機的主角 設定就開始 好 鬼死 跟著 你見到 其實 我們 相信 在座 這麼多位 都應該沒有人會反對的 就是 暫時 在基戰歷史上 最好的劇本 一定是W的 UX 可能 有得一拼 UX 我覺得 講 心理 那邊 目前 融合度 是最高的 我 不應該說 用劇本一個字 去 說 它 是 將一個 叫基戰的故事 寫得很好 因為我剛才一直都說 基戰的故事 是說 原創 跟Cossova的作品是可以融在一起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正最好的基戰劇本 UX 這方面 對我來說 這方面都更差一點 對我來說 因為 UX它收到的作品 就有些 什麼呢 我覺得 W做得最好 是奧光 和 宇宙騎士 和我那些是最好 應該這樣說 其實 我會留在這裡 先說 在很多所謂的基戰的作品裏面 就是涉及 時空或者時間距的問題 通常 這類型的作品 是極難極難 極難處理的 而 當中 我之前說的所有的劇作家 他的處理手法 要麼 就沒事 不說過一段 另一方面 就是 大家 share 同一個時間變相 我說 你12000年 三萬7000年 好吧 我當你12年 這個 會是 它簡單 時間化的原因 另一個 就是 W的手法 就是 打散它 再重新整合 W的 Line-up 有點特別 是 Line-up裡面 很多傳統老系列 是減了 大幅減少 是大量新的 你看看 記得 基本上 沒有什麼 富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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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其實是很大的負擔 因為 你一出現他們 你的劇本 和角色上 一定有些限制 應該是J開始切 我記得 當時 都是被人擺 很大的 但是 連很多舊的超級機器人都沒有 W的 上客是沒有了 全部掃了一幫新的 回來 其實你也這樣說 這件事 始終你W的 那時候 又是下一批 機械人的動畫 愛好者 好難 老實說 即使你是一個機械人 你真是很難接近上世代 不然 上四五套 你會死 這套老餅的東西 但宇宙騎士比起那些老餅的東西 都還很年輕 是的 這個是一個問題 宇宙騎士那個味道 那個角色 那個味道 對比起新世代 是比較容易入口 都比較新 都算是比較新 其實算是新的 相對新的 起碼還是比早期的庫野斤 更新的 而你會看到 《機戰》的路向 其實開始慢慢轉 就是 他必定要將某一些劇情 去演繹出來 可能有那套作品 必須要有那個劇情 他去到W 其實他是叫做什麼 他是希望 他將那套作品 那個角色 或者那套作品的一個 獨特的魅力 他將那一點 強化出來 讓你看到 你想 你想之後看回 你之後看回 但你看到的人 你會覺得 他沒有跌離到 那個 故事的框架 他依然 你會覺得 是 那套作品來的 這個是 我覺得是 W裡面 比起 上幾代裡面 他優勝的地方 這件事 他敢 去打散一套作品 尤其是 當年很多人 有微言 就好像 奧剛 奧剛 簡單來說 他是變成 宇宙騎士的附屬法 有很多 沒有看過 原著的人 以為奧剛 是宇宙騎士裡面的人物 是 很多人都有 那套有像 差不多 還有劇情也有說 其實是 他父母 整合了 是啊 就是 那個整合度 但是兩套東西好像沒有關係 好 好 其實大家 我想 有看機器人影片的人 也都知道 很知道 一件事 就是 兩套作品 你融在一起 你對兩套作品的了解程度 你要去到哪一個程度 你才可以把兩套作品聯合在一起 這件事 我覺得 你真的不是 麥克風 然後 麥克風 哪個位置是可以 在一起 你是做不到的 我覺得這個位置做得很好 我都覺得 所以 W 我會突然挑出來說 而 在這個位置 才去 重點說 基戰裡面 就是 剛才要說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 劇本 根本上 一套作品 他都有自己想寫的東西 你怎樣去把他們 Crossover在一起 其實 我覺得基戰 其實最基本 一定要做的事情 你原創的角色 那個是自前 給你的壓力 不是那套作品給你的壓力 再補充一下 我覺得 W組最好一樣的就是 他把大豪至海的氣氛 加進去 劇場版 他應該死了 但他肯定 畫了樣子給他 給他多一部新機 這個真的是 副原創機 副原創機 但你去他的錄影廠裡面 你就會看到 投資會 刮了路襯 那一刻 你刮的錯誤 我相信 這是滿足了那套作品的粉絲 那套作品的 熱幻想 大家都會想 如果那一集他沒有死 後面會怎樣 你死不死得那麼老人 麻煩 還有8.99也沒有死 其實差不多是 整個宇宙戰艦來說 沒有人死 沒有人死的 整套 唯一最傷的就是主角 提督好像死了 提督 提督死了 其實都好像不下好奇 劇情有出過來嗎 有的 他還在火星 因為這個人還在 他還在 他還在火星 跟那些爛在一起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到的就是 還有 剛才有講的 宇宙騎士 大家都知道 有看過的就知道 宇宙騎士2 是一套 無可修復的作品 他就 修復了 他就將他修復了 而 根本上現在 很多人都認為 就是 W裡面的宇宙騎士2 就是我們想看的 你不用寫TG 這個是我好正的 不會 我反正想過 Z1才是 Gundam City的正傳 這個是另一件事 這件事 寫可能寫得好 但是 在他的案件上 這個是一些 恩怨懲守的問題 我覺得 跟他本人的實力 可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你要知道 他可以表 大天照表 也很開心 他可以照稿照寫 但是 我對角色有怨念 對角色有怨念 我自己收服他 我覺得 尤其是在這個時期 他是W創造了這麼大的成功 但是 你可以之後看到他的作品 就是 K裡面 可以怎樣將一群 在W裡面建立 他們全部是把他們打成大 我覺得K 我最不喜歡的 是那個主角 那 最大的戰犯 的確是他 那 我反映這條人 是沒有故事 沒有深度 沒有劇情 這部機也很噁心 他有一件事 他有一件事 他有語錄 把明台詞 輯錄成一齊 那這個是硬來的 真的說真的 這個主角 真的不深刻 我真的這樣說 還有他經常 感覺上 這些動作 平時的主角喜歡一點 沒有所謂 這個是沒有深度的喜歡 只是說 你要明白 我甚至覺得 這位劇作家 寫的東西 我不記得他的名字 這個 因為太快的關係 我覺得 他是完全是為了 等機戰二入口 而寫成 這個角色出來 因為我告訴你 應該是OG 二入口 老實說 現在就是在 然後數下去的 系列的 首題記錄裏面 K是最沒有任何負擔裏面 他可以擁有OG的大家庭 老實說 你如果現在的系列裏面 你可以支出一個 比他更容易的東西 就是什麼都可以 UX可以不可以 UX都有他自己要有的 負擔的故事劇情 是不可以融入在OG裏面 但是K有些人 他就一直告訴你 其實 他差了你 在裡面的語錄 其實我是在OG的世界過 他差這句而已 大家認為 他甚至是 我已經是 什麼X的小隊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小隊的人 是可以的 但這個跟他 Line-up 其實是有些關係 這個Line-up K的Line-up 是很鬼馬的 是鬼馬來的 K本來其實 是我最期待的 因為K有索斯的出現 但是K的Line-up 全部都是一些古靈精怪的 就找到他 清之外 有Ofarman King Gator Guts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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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斯 然後有 鋼鐵神 這些全部都是大家看完都 還有 就算他舊作 他選了 《破邪大星》 這套 這套 是大家 這套 那套作品 大家都知道他有多鬆散 都稱不上是一個有劇情的作品 這套是沒有劇情的 加上《插畫榜》 然後是《新太空大空魔龍》 純雲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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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幫的劇情 大家都何必這麼認真 好像是很棄的 你放心 這幫的全部都很棄的 這幫的劇情 就算你說到 我們開頭 大家都不會有什麼 那套系列裡面 我那時候唯一沒有看的 是一套叫《Gunnexwar》的作品 我拿出來看之後 我覺得說 這傢伙復仇都誇成得很歡樂 整個是比較認真 是《窮倉之戰神》 這個就是我 其他完全不同 其他完全是一百八十度 然後索詩又打算 你是找索詩一二 然後你找索詩 你是找川宇那套 第四套 然後我說 那套都是歡樂 我初來以為 他是用那一集 換裝甲那一集 出去跟別人打那一集 我打算他拿那一集來做 那一集是很沉重的 那一集說的東西 有些是沉重的 雖然他在移動向和玩具向的東西 但是是有一點沉重的 但是你一拿到川宇那套 就說OK啦 你贏啦 我看完到《Gunnexwar》 同樣在故事裡面 哪都很適而稀 最大的問題是 K的劇本裡面 他做了一個很嚴重的失誤 就是 很多所謂在復仇的人 其實你不是很生氣 他好像去 一起坐草門去世界 一起去那套 你要明白 你那個組合 那幫人 是這麼歡樂的時候 你很難不叫那幫 這麼歡樂的人去搞一些很 我最記得是因為那一刻 我看完《Gunnexwar》去玩這套作品 然後我看了就是 主角和另一個人 還有另一個 都是跟老婆報仇的那個人 在那裡爭殺阿寶藍 那時候 最後 殺完之後 殺完之後 被阿邦 術師 殺完之後 那個人原本的故事是死了的 他是 但是他這裏令到他可以不用死 然後 那個人是沒有反應 那個人沒有反應 他是很想殺他 之前是 他們倆是打到七彩 但是那個人沒有反應 不行了 然後我報仇 咦?你不是想殺他嗎 嘻嘻 嘻嘻 這個性格是 連原作的味道都沒有了 我記得的 索詩獸 你也明白索詩裡面 穿越他們 出村去找人去幫衛收村 不是說能弱了舊樹 見到太波龍 一起去第一世界 舊第一世界 好啊 一起走 三條書怎麼樣 我最記得 是 電腦戰機 出來 好像走過那樣 電腦戰機 他根本上 他是鋸進去 其實 其實你對我來說 你這個是電子遊戲世界 那我就過來玩一下 我那一刻在爭論 其實你當什麼 我現在在玩GBO 其實我在這裡升級 那你們一起升級 那我升級之後 那我當然是走的 其實你的世界 和我其實不是太大關係 挺符合成 整套作品都是類似的 我們大聲都是類似的 大家逃亡 所以主角 我們玩完就回去 我們不斷走來走去 我家裡整個很統一 沒問題 都幾統一下 他最沉重的迷倉佬 還有 C-E-73 即是 七阿滴那裡 觀星者 觀星者 但是觀星者佔過氣氛 一話 大家知道 觀星者也沒有什麼氣氛 可以讓他佔了 我記得突然說過 太空站被人打 之前沒有說過 他好像說過兩三話 但沒有說過 那套東西也只有一陣 你可以去說那幾多 最大問題是 因為他裡面也有 所謂C-Eat的劇情 但大家都知道 C-Eat是經過這個 怨念重生洗牌之後 大家對C-Eat的劇情 是不當滿意的 基本上是說什麼 他沒有說過任何話 他不是說謊話的 不是 他是什麼呢 他做到的程度就是 因為始終 C-Eat來講 都有所謂的基拉派 和所謂的Dixon 真的派別 他這裡裡面 他就說 我兩個派別 我都不得盡 我不說 聰明 聰明 但這件事 在基戰裏面 其實 我覺得 有時候有些東西 很相向的 就是那個劇作家 或者那個劇本 是想寫衰責任 的話 縱使 可能有90%的人 不敗你 但是還有10%的核心機 一定會支持你的 但是 如果你兩邊都不幫 你就兩邊多事人 我想起福田類的 都還被人罵 和說錯的 遊戲本身沒有內容 感覺是 這個是 裡面當中 其實最大的問題 但是 這話的走向 好像是比較 整個感覺是比較 想討好一些 輕度一些 或者一些 新手一些 新加入的朋友 我覺得 始終其實是 他有一個負擔 因為 WL在他前面 他真的受到太大的鐵板 還有 有一件事都很講的 你手上有多少資本 我覺得 你說 K E 位的劇作家 我不會把所有的 都站在他 因為他手上 拿著那堆這樣的東西 都可以說是異形 是的 這堆異形 他怎樣組合 我覺得 你組合到 五差的故事 其實我收貨了 我記得 K E好像是 編短的 其實他修錄的作品 都是編短的 不是啊 不是 他加上整套 就算他本身 你看他修錄的作品 觀星者那些 不用說 不用說 就算很多都是OA 但是其實 有說過 這件事 就是 因為本身 W其實是很大的投資 W那裡 大家知道 他所拿的版權作品 其實全部都不多 小東西 當然 他也選過 但是 其實你去到 K 那裡 其實 是有一個 叫了一個轉接期 他應該是有 批的版權作品 他已經 closed file 那一刻 他不能夠再用 到期 他又不想多找 他又不想做多一條數 但是他又想開新的 因為其實 始終還有很多作品 你好像說 其實在這套 在K裡面 其實我都有幾套作品 破崎大聲也好 復的那些 總是沒有看的 真是開心 但是 保持神OK的 雖然很歡樂的 OK 真的 真心OK的 好看的 在K裡面 其實我真的補了很多作品 葛起神 破崎大聲 復了我 其實已經復足幾十年 還不知還有人說 還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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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看 硬看半套 神魂合體 因為我們看了半套 神魂合體 OK的 最後OK一點 神魂合體 我也會覺得 他真的加入了很多 新版權作 而你看到這些 新版權作 之後幾代都在錄 我不知道要錄到什麼時候 有些 葛起神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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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起神魂合體 不是正常的 因為一來是 二來他的故事 發揮空間大 他少了一些真實 都需要有些 沉重的真實 去撐著一條線 因為不是很沉重的原因 就是因為 葛起神魂的比例太少 我想他這一代是 刻意歡樂一點 看他的陣型 各方面的感覺 像是 我主觀益測 可能他是想 做回一些 新一代的市場 因為你看到他選的作品 都很年輕 Gu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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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作品 都差不多是 二千年後的作品 很明顯是 打的市場 跟以往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但可能他是實驗也好 是一個嘗試也好 其實這個是一個轉折 其實你在作品小的 這個時期手提機裡面 其實W K 之後的R 其實三 這三者其實是有好決定性 W就是叫做什麼 有良好的素材 再加上良好的神之劇本 令到他 我覺得 你現在都 你未玩過的人 你現在應該要拿出來玩了 先 同意 他是 我會重玩 而 K 那種 你絕對是 不應該拿出來玩的作品 他是一套 都不是的 你對某些作品有怨念 你都可以的 那我對索斯有怨念 我都爆了兩次 我把索斯有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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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怨念 你不怨念 這個小題外話 說的就是 真的不明白 他做很多作品 都是不會飛的 但索斯是不可以對空的 就是說 我說 你對索斯究竟有什麼 心愁大幸 作為一個很喜歡索斯的粉絲 我覺得 你玩我 現在 還要一半 一半的那些 側仔都在空中 然後 其實你說 去到 Earl Earl 其實是會勇作 但他採取的機制 其實是一個 非常奇怪的機制 他是八條人寫劇本的 Earl 有個很大的問題 我完全 幕後他幾乎死在哪裡 哇 你有這個 加藤機關第五號 隊長 不是 問題是 Earl 他為了黑體 只要合體其他 只要 只要 我打敗成功 我哭 咦 大哥 來的那個 又是一位 大哥 應該這樣說 Earl 其實他採用多人 因為 我不知道 K的大爆 我想 對他們 是很大的衝擊 那一刻 好像銷量 都真的爆爆 但是 那個 Line-up 都很難 你拿這麼多陣容 肯付錢 都不錯 我沒有給錢 我沒有給錢 很坦白的 我用分別局 看見那個陣容 還在南河包 都很夠義氣 勇者 而這個 其實是很奇怪的 在K大爆死之後 他還敢用八條去寫同一個劇本 大家都知道 就是 在Alpha的歷史裡 大家都知道 就是多人寫一個劇本 究竟有什麼後果 我突然想起 我突然想起 是另一部劇本 但 我覺得 有少少造成的 L是沒有事的 L的劇本 你 撇除大家 最大的念念 是因為主角沒有後繼機 這個問題之外 你明白 首先 L主角其實很平凡 其次他主角幾乎是說 什麼 喜不喜歡 但喜歡機格是 喜不喜歡機格 所以 你怎麼會猜到哪 應該這樣說 L 另一方面 我們剛才一直有提的 就是 他的作品 救了他一命 大部份都是學生線起動 所以他每條線的起動 是真摯成為一個非常陽光向的青年 這個明明是新劇長版的真摯 這個真是全賴的作品 然後還有一個死中二的中二基甲的好日 然後再加上一個整天不知在哪裏 然後又要上學 但其實他又不太需要上學的張五菲 這個人也要亂入 這個人 這個人是機戰歷史上亂入得最厲害的 其中一個高達駕駛員 不要管他 Halo那些其實又會中途亂入學校 那些 Halo也是忠於圓著的 這個 亂入學校合理 五菲是很喜歡無端入學校 但其實他是沒有學校線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有 Cosfantia都可以走校園線 是的 所以其實很多因素 令到一班 真是死中二的中學生 他又是中學 對 在中學線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想機戰裏面 就是出發點 那個問題是怎樣 拉入這些作品 而另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有異世界線的話 這方面會更加複雜 因為 一涉及了異世界線 你跳進去另一個世界 代表你不可以講 在原本世界線裏面 那套作品的一些故事 完全不能講 最多可能那部宿敵 經常無故 尤其是 K這個真是 K這個真是 一絕就是 為何索斯 那條 那個宿敵 他就是不小心 搭一隻艦 然後一隻機械 就掉了上去 然後去了異世界 你講清楚一點 他是擔口水 背襯布 阿翁龍走 然後他擔到尾巴後面 逼了過去隔離 然後黏上去 搭上去 然後你會看到 很多時候 可以打這個 索斯的宿敵 但是說 關這個世界什麼事 是不知道什麼事 亂入的 這個是異世界線 當然你說這個是K選材方面的問題 但是你說 很多異世界線的作品 其實這方面 其實是 是有難度的 因為你 五十多話 你可能已經割了一半給太空線 你地上線已經割了一半 你還要因為有異世界的關係 再割多 那一半裏面的一半 去給了這個異世界的話 其實是真的不足的 這個是 我覺得機戰裏面 其實選材 這些效位其實真是效功夫的 有時候就說 我們想不想看那兩套Cost Over 是那兩套是沒有可能Cost Over 有時候選材決定命運的 機戰很多時候都是 即選中的作品 如果能夾到的 已經是贏了一半 就贏了一大半 那甚至你說 其實L的作品裏面 其實選得OK的 因為其實很多都說 Key的是大家所認識的 個人認為 在L裏面 最大的所益者 是一部叫Lover的作品 很多人因為這樣而認識了阿葵 而不停在大叫葵 我正式和你脫離了這個關係 不是 不是 Z2說了 他們兩個關係是單戀關係 前輩和後輩的關係 不是 單戀的 還是單戀的 這一集到這裏 下一集到這裏 下一集到這裏 先說了OG和Z系列的作品 其實這裏是兩集 是不是很低似 很低似的 很低似的